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它本身的发展的轨迹 那么毛里来说它超出了古典的能心论和能道主义 因为半年那上半期讨论能心论和能道主义 还是在古典的启蒙主义的 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这个背景下的讨论 但是这些文学作品它带有更强的中国现实的一种需求 一种表现 你像从张康康的夏 北极光 那么铁宁的没有牛扣的红衬衫 其实这个香雪 香雪也是这样 那么当然再往后有现代派的作品 更极端的作品是刘索拉的 你不用选择虚心的五种题变奏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理解的两个要点 但是当时我没有写到书里 这是我后来在进一步的思考 觉得应该去凸显出这两个要点 孔杰森的南方的案 那么大家会看到 就是说我对资金小说的这样一个书里 虽然说试图把它历史化 好像有历史变化的一种层次 其实这些层次本身它是交织在一起的 它是有一种共识态的一种关系 一方面有石铁森的那种知青文学 另一方面有孔杰森的南方的案这种作品 它表达的是知青一代反尘后的那种失落和迷惘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西方 那么一次大战之后 它有这个也有迷惘的一代 归人的一代 二次大战之后又垮掉了一代 那么这都是被一个巨大的一种历史创伤 所耽误掉的一代了 但是我们文革后的知青的 这样一个迷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 我们其实可以 我们称之为迷惘的一代 因为垮掉一代又太西方了 所以被认为是这个西方资产阶级的经验 我们不能够腿废的 没落的那种经验 我们不能够强调 所以我们可以说到迷惘 迷惘是允许的 是吧 垮掉不允许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想的高度的问题 所以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孔杰生的这一人作品 他写到知青这一代人的失落和迷惘 那么其实呢 这种迷惘感和失落感表达的并不太充分 因为他是在思想情况运动 在这样一个对文革的反思性的批判 在这样一个主题纲领底下所产生的一个腹部的主题 所以政治上的和时代的世界上情怀运动 联系在一起的那样一个历史的反思性占据主导的地位 而那种迷惘和失落 它几乎都像是被压抑的 和偶尔不得不表达出来的那么一些情感 其实我们当然也可以说 这个知青文学整体上有这样一个迷惘的这种情绪 像张成志的老乔 表达的迷惘的东西 孔杰生的作品 但整个人来看量不是很大 同时呢 也不是很深刻 我们可以看到也不是很广泛 因为你包括像归人的右派 他们很快就要高昂地唱起那样一个时代的歌声 你可以看到王永的《海的梦》 其实他写到没有可言的 被耽误的那种一辈子都五十多岁了 都耽误到这个地步了 但他还是要向前看 还是要看到这种新的希望 那么想象前两个绿化术 再这样的男人一半是你们 他最终都还是站起来 所以他还是要跟时代那种精神 就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他还是这种拨乱反正 团结一致向前看 还是要向前看 所以某里面说我们这个民族 确实他创伤太深重了 有时候他几乎不能够去看他的伤口 那么张天赶也写过《创作坦》说 从库图左腹的断臂弹起 他说看这个伤痕呢 还要既看他的伤痛 特效看他的美丽 这伤口还是美丽 那么在当时他这个当时受到很多的批评 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这种反思 对历史的反思太有限了 那么还要看到他们美丽 还是要向前看 看到光明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去理解 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创伤性这么强 每一个人的经历 都是那么强的一种臭败 如果说我们不面对未来 生活几乎没有希望 几乎没有勇气 所以某个人来说 我们的文学 它需要的是抚慰人们的商考 另一方面 呼唤人们的前进 所以这也有它的合法性 这个照片大家看过 这没有 这个是铁宁 其实这不是铁宁最漂亮的作品 这个是它比较朴实的 这有点像农村的那种黑妞 这个皮肤比较黄 比较黑那样子 这是娃义 这娃义显得年轻了 其实铁宁有一些照片还是很灿烂的 这个是石铁生 但石铁生这是什么时期的照片 石铁生 这可能是他获这个 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那个 那个奖的照片 那次我跟他一块去 我也获了一个奖 非常浪性 那么那次我跟他一起坐飞机 去着广州 那时候这是SARS最严重的时候 那么SARS非典了 你们可能都忘记了 没忘记了 2003年 当时我们去 那一年获奖还有韩绍公 李国文 那么他们就说我们了 就说你们这几个人 要钱不要命 那个时候广州这个SARS是最 最猖狂的时候 特别是 石铁生坐着轮椅还去 那么其实铁生这个人 他心里非常善良 他觉得那边你颁奖 你不去领奖 那显然是不行 石铁生的夫人 陈西米 他拐脚 他一只脚是拐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真是 相如隐末 相如隐末 那次我试图从飞机上帮忙 和两个人抬这个轮椅 从飞机上抬下去 到了我发现我也太老了 还抬他不动 我记得1988年 1988年我还背着他 我那下还年轻啊 在人民文学开那个 春天开那个 一个座展会的时候 我背他上一个台阶 很高的那个楼 因为这个抬不上去 但是十几年过去了 我发现我已经老了 连帮忙抬轮椅 这个都抬不动 确实石铁生的小说 他有他非常独特的 那种生命的体验 而且他非常的痴迷 形式上的实验 所以大家看我的丁一之旅啊 顾虚笔记啊 那么世界车 仿佛是最后一个 执着于形式主义的 这样一个作家 这是一个令人 非常惊奇的地方 他对形式 对那么一个 非常绝对的 那样一个艺术表达的空间 有他的一种向往 有他的一种向往 那个多年前 我记得有一次 于华跟我说 我当时有一个概念 叫做这个后悲剧 后悲剧的概念 于华有一次跟石铁生聊 聊到我的这个后悲剧 就说石铁生对这个概念呢 他非常非常感兴趣 那个是应该是1989年的事情了 或者九年年 八九年 九年年 那么石铁生你可以看到 他本身是对一个生命的 那种极限和极端 以及对 对人世的那种苍杀 我觉得他是有非常非常深的体验 那么对于人性的有限性 我觉得他也是洞叉的 最透彻的了 你看他人非常 人非常平和 非常朴实 但是呢 我觉得他的眼睛 看很多事情都看得特别明白 我脑子里 经常会闪现出 我跟石铁生接触的 长河机会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经常会闪现出 他的一种神态 他的某一个动作 这是非常奇怪 这是非常奇怪 我觉得 因为他的那样一个 神态和那么一个表情 或者那一个动作 它是代表了 生命最透的那一面 就是说到他这里 真正的一种虚无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是不是误解了 误读了这个铁生 但是我觉得 确实 我觉得他是能够看透 生命和看透这样一个 人的一种 人世的一种东西 所以我经常会 感到那一面 会感到那一面 但是呢 整个我们八十年代 整个还是一个很高亢 和一个理想化的时代 所以这个时代 我们还是 这么一个鸡鸡的 这个精神占据主导地位 而知新文学呢 它的反思性和那种迷惘 那个忧伤 它很快就 为时代的理想主义所替代 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 读知新文学 当然会对那些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 会感到 会感到迷惘 你容易也感到迷惘 感到这个固解 但是在那个时代 它是一种 有它的历史的震荡性 所以大学说 梁小生呢 梁小生呢 他是北大方的知青 那么74年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 或者在北京电影制片厂 从事编辑工作 我跟梁小生接触比较多 梁小生现在在北京语言大学了 这样 因为梁小生跟我是同党 同党 我们是一个 是明文的 是明文的 我们是一起 做这个文化专业委员会 这个 他是主任 我是副主任 明天下午 我要去跟他开会 那么听他的这个 听他的教导 那么从这个 梁小生的出现的 你可以看到知青文学 有一种粗犷和豪迈的情愫 那么有一种 隆重的 英雄主义的色调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 梁小生1982年 发表了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小生开始成名 这个小说呢 是讲述 一支知青砍荒队 经过危险的沼泽地 到艰苦的谎原 建立砍荒点的故事 所以梁小生是描写了 北大荒的那种艰难困苦 但是他没有停留在 对于困难的宣传上 而是要写出 青春生命的那种好情 战胜困难的那种意志 所以他确实把 知青这一代的生活呢 他写出 他的那种 现身的一面 激情的一面 理想主义的一面 那么这一面 我觉得也确实 是这一代人的一种特色 所以记得 当前几节课 我们讲到这个 石子的 波禄生的这个 1968年的这个 那样一个 写那个列车上的那种 站台上的那种情景的时候 是吧 我说其实这样一个情境 和这样一种感受 并不是知青的普遍的情绪 我们当然都可以看到 知青的 送别的站台上的 哭哭啼啼 那个都有 但是主导的还是一种 积极的 昂扬的 向上的 奉献的 豪迈的那种情形 所以才会有 金逊华的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故事 这么一种事情 所以知青这一代的 就是说 你没有勇气 甚至 没有那么多的胆量 去 腿肺 去悲伤 大家理解吧 就悲伤和腿肺 它是需要更大的勇气 因为你要承担 一个虚勇的后果 是吧 就是你一旦 腿肺和 和这样一个悲伤的话 那么 在那样一个年代 就意味着 你已经被抛弃了 就是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的人生的路 已经基本上 所以对于 那么一个人的人生来说 你最好积极向上 是吧 这是最保险的 其实 这是风险最小的 那么 有整个主流社会 带动着你 前进 你就是搭上这个车 是吧 就像有一些火车在那开 你搭上这个火车 这个火车将来把你 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但你如果没上火车 你在铁轨底下 是吧 你在那里游荡 在那跑 是吧 你腿肺 你这个 遇到这个站台 你偷几只鸡来 是吧 煮着吃 然后喝酒 是吧 然后把这个啤酒瓶砸碎等等 一路走去 你不知道走到喝酒喝酒 你也不知道你 前面的路 你可能晚上就被冻死了 你可能就被狼吃了 是吧 你可能就被熊给抱走了 这种可能性 都存在了 就是说主流社会 你积极勇敢向上 乐观豪卖 这其实是代价最小的 是吧 代价最小的 那么你要非主流 你要自己个性 所以玩个性 是什么 玩个性 它是要承担最大的风险 它是以最小的 就是说 他不愿意做最小的牺牲 然后用最大的牺牲 去换取 避免最小的牺牲 这就是玩个性的代价 玩个性就说 我集体 是吧 我现在要参与这个集体 要付出一些代价 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是吧 要视大家为普通的议员 是吧 要专得老老实实 循规倒去 其实心里根本 不听老实的话 是吧 其实心里也看不起老实 都装着这个很老实 很厚道 是吧 然后变成一个集体 参与个体系中去 这个是最保险的 那么你不愿意 做这么一点妥协 然后你要玩个性 是吧 什么都不利 但是你这个路 肯定很快就找到头了 那么你要付出代价 肯定是最大 你将要拿你一生的不成功 一生的失败 去换取 你的这么一点妥协 是吧 这个道理肯定在座的 你们都是过来的人了 你们是闯过来的 曾经沧海 哪为谁呀 除却沐山 无尽云 那肯定比我提 我再加上 那么 所以知青文学 以及在那个年代 对于一代人来说 其实也是这样 如果说这一代知青 你颓废 你忧伤 你绝望 无济于事 你解决不了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社会 还是要向前发展 社会还是需要去建设 还是需要去积极的 去推动它 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 那么八十年代上半期 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 确实百费担心 是面临一个深刻的 而伟大的一种装折 那么这个时候 需要这一代的人 振作起来 积极向上 那个时候 那么多的反尘的知青 那么多反尘的知青 他们非常示弱 非常的绝望 那么怎么办 我就 好像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 因为我到处讲课 经常会重复 大家不要见笑 你会讲 自己都会讲话 就是像七七年七八年 很多老知青就不去考试 不去考试呢 最后他的代价 因为他 他那个 特别都是那些 在当地声望很高的这些人 他不敢不愿意去考 因为考试的话 他怕万一他考不上 他这个面子没了 就我曾经有一个 这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非常有才华 那他就过去参加高考